星巴克不只是咖啡 Starbuzz Reseller Roastery 背後的故事 哈嘍 大家好 我是肥貓 在看完上一集東京都欣賞風行程後 我们将介绍位于东京的星巴克旗舰店 还有如何在星巴克点调酒哦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首先要搭Metro日比谷县店 到中暮黑 初中暮黑站后 沿着暮黑川往北走一公里 星巴克征选就在暮黑川的左手边 星巴克征选全球目前只有五间分店 分别坐落在米兰、上海、西雅图、纽约与东京 成立星巴克征选的目的 原本是要将世界各地独特的少量的咖啡豆介绍给全球 为这些特别的咖啡豆开发新的烘焙技术 将星巴克的咖啡萃取技术推进到全新的领域 后来更进一步成为与全球各地文化融合 强调环境感受与文化体验的新咖啡 暮黑川的星巴克征选强调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与咖啡的融合 首先一楼是享用咖啡与面包的地方 同时也贩卖星巴克的文创产品 天花板上吊挂了许多制造咖啡的管路 可以用来输送咖啡豆到每一个生产程序点 贯穿整栋建筑以散亮纹理包覆的大型铜柱 内有真正萃取咖啡的设备 天花板悬吊着耀眼的樱花吊饰 象征木黑川的樱花大道 在二楼设置了饮茶馆Ti Vena 引入了世界各地的茶叶与烘焙方式 配合着以大量茶杯组合而成的茶杯墙 为IG网美的最爱 天花板是以日本折纸文印象的设计 全部以木头卡榫衔接 没有使用一根钉子 三楼则是设置了本次星巴克征选的重点 姜、茶、酒、咖啡三种基数融合在一起的酒吧 Ariviamo 以全球咖啡豆包装墙为开场 这么多种的鸡尾酒怎么选择呢 这里的鸡尾酒有分季节性与常住性 以下是常住性的调酒menu 价格不便宜呢 New Tokyo Fashion 是用樱花叶装饰的波本威斯基加上美酒 威斯基的苦味中带着美酒的清爽 中木黑espresso martini 是一种咖啡入酒的作品 搭配着黑巧克力来提味 中木黑wine 无酒精的鸡尾酒 味道清凉 Art of Camomile 以蜂蜜与牛奶作为提味的苏格兰威斯基 柑橘茶淡淡的花香 带来温暖与轻松的感觉 Teller Slugger带着华丽啤酒花风味的啤酒 有荔枝的香味 适合搭配番茄、橄榄等食物食用 Summer Sunset 将优格、勤酒、安息乌龙茶融合在一起的创新酒 并用兰花作为装饰 Summer Salernate 五酒版的Summer Sunset 强调优格香与百香果香 冰沙Burt IPA 带有柠檬香气和适度苦味的啤酒 我们这次点的是Summer Sunset 主要是想体验茶与酒融合的感觉 另外加点了季节限定的Kiwi Kosho Sour 来试喝吧 Summer Sunset 优格的柔和感中透出勤酒的利味 却有乌龙茶的韵味 相当具有特色 Kiwi Kosho Sour 混合勤酒、梅岛煎茶的新饮料 并加入了奇异果、柚子、胡椒来提味 并在杯子边缘抹上特制的抹茶盐 是一道多层次味道的夏日清凉饮料 在原木墙面与复古咖啡器件的包围下 晕黄的微熏灯光 让人坐在椅子上就不想起来 本集就在咖啡、明茶与调酒的陪伴下到了尾声 给您日本各大景点的交通与旅游攻略 欢迎订阅 我们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